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高官近来接连失踪 今年7月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 消失匿计的失踪状态 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秦刚在失踪粤鱼之后遭到免职 接下来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跟政委徐中坡两位领导人也遭到撤换 近期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更是不再公开露面 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8月29号 李尚福在北京参加了 第三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并与多国国防部门的领导人来进行会晤 但是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他的前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今年3月卸任之后 也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现在据传就连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也接连缺席了两场重大外交会议 综合媒体报道首先是G20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的缺席G20峰会 中国总理李强作为首位参加G20峰会的中国总理 第一次的经验 理应会有更熟人外交场合的官员陪同 而王毅是不二人选 但是李强这次出访的陪同人员 只有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 显得格外引人关注 另外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了解 中国安排的消息人士说法 中国正规划由韩正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 各国政府领导人会晤的总辩论 北京决定改派仪式性角色国家副主席 来出席这场会议 为习近平参加11月APEC旧金山峰会的规划进程 增加了变数 报导指出美中外交官数月来 一直在为习近平出席APEC来铺路 7月中国官员才向美方暗示 外交部长王毅会参加联合国大会总辩论 王毅在美国期间有可能到华府 细部的讨论习近平到旧金山的准备工作 因此王毅不去联合国大会 让人怀疑他什么时候会到美国 以变双方来敲定习近平出席APEC峰会的事宜呢 原本预期利用习近平参加APEC峰会的机会 来安排拜登跟习近平 另外举行双边峰会 两国的官员都认为 这场拜席会将会是提振数月 来稳定两国关系所做努力的机会 尽管王毅仍然有可能会另外安排时间访美 他日前原则上接受拜登政府的访美邀请 北京消息人士也说 两国正在规划他应邀访问的时间 但是中国出人意料地改变出席联大总编论人选 显示出北京喜欢改变剧本 让外界措手不及 来从中取得到失利点 对于王毅接连缺席两场重大外交场合 12号曾经任职中国外交部 跟美国参议院的韩联潮博士 在推特透露 他早上收到一位老友发来的信息 说是王毅在居家洗检讨 因为在谁习近平出访 金砖会议期间出了差错 所以李强这一次出访 陪同人员只有吴振龙 出席居团体这么重要的外事活动 没有外长陪同是极为罕见的 另外退休多年的原外长李造星 近日来也重新披挂上阵 参加重要的外事活动 说明了外交部门已经没有人被 习近平信任了 这里说到的金砖峰会出差错 指的是根据发布在社交媒体X的影像 习近平进入峰会现场期间 有一个C型人员小跑步想要跟上 但是马上遭到会场安全人员强势挡下 并且立即关上大门 习近平发现自己落单之后 原本抬头大步前行的姿态 开始显得凌乱 行进时一边侧脸 似乎想要确认后方的情形 小走数步之后 直接停下愣在原地 数秒之后回头望向紧闭的大门 才又继续往前走 他这次少见的失措表现 立刻在社交媒体上面广传 之后在与南非、俄罗斯、印度 巴西领导人握手合照时 习近平似乎没有听懂主持人的指示 反应相较于其他的领导人是坏 而且他一度不知如何 跟两边的领导人同时握手 巴西总统鲁拉抓着他的右手放在三人的手上 握完手之后 习近平似乎没有理解主持人的指示 自己一边挥手一边想要离场 最后才归队一起举起双手合照 不过根据最新消息指出 王毅将于18号访问俄罗斯 并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在记者会上宣布上述消息 并说拉夫罗夫跟王毅计划讨论 广泛的双边合作问题 包括了最高级别跟高级别的接触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服长达两周未现身 引发外界被查的揣测 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牛尔日前发推说 习近平的团队就像是克里斯蒂的小说 《无人生还》 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失踪 然后是火箭军指挥官失踪 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服两周都没有露面 这场失业大赛谁会获胜呢 是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习近平的内阁 法广评论文章指出 这位大使发问直接了当 并不耸人听闻 他的疑问引发了海外不少人的疑问 多少天过去了 北京都拿不出一个完整的解释 至于两周不见的李尚服 也许他很快就会亮相 也许步上了秦刚的后尘 习近平党中央的黑箱作业 让一切都昏暗不明 让一切也都成为可能 这就是李尚服缺席两周 发效不已的重大原因 国防部长不比外交部长 无需经常露面 上进率也没有那么高 但是李尚服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 他曾经因为买卖武器遭到美国制裁 习近平照样提拔他 可谓是亲信中的亲信 李尚服今年3月上任国防部长之后 习近平便两次派遣他去莫斯科来见普京 可见其信任的程度 秦刚的外长一职已经在不明缘由的情况下被人取而代之了 习近平的这位相对年轻的亲信 仅仅做了不到半年的外交部长的交易就失踪了 生死不明 他应该还活着吧 他失踪的理由或者是罪名是什么呢 当局并没有交代 不仅仅是秦刚 火箭军司令郑伟失踪数月之后被新人给顶替了 但是司令跟郑伟犯了什么罪名也不清楚 曾为火箭军司令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也没有任何消息 关于李尚服的行踪 海外媒体不过希望中国外交部出面交代一下即可 9月11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却在例行记者会上 针对质疑李尚服失踪的提问表示 没有办法理解你所提及的情况 直接拒绝回应此事 显然这并不是化解疑问的态度 文章指出习近平掌权之初有王岐山辅佐 认定要巩固政权长期执政 必须要先扫清党内的障碍 于是开辟选择性反腐 最让人惧怕的一招就是王岐山生意 只要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消失数日 就会在党内揪出一只大老虎 王岐山现在也日薄西山了 已经不存在中纪委书记神隐的问题 一切都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处理 无需解释 一切都加速了 周围的高官失踪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而这样的失踪现象扩大到亲信圈 确实是令人骇然的现象 最近中国外交出现新动向 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似乎退居二线 减少出国访问 改由亲信下属来替代 此外也有评论人士观察到 中国外交部在动辄开骂 咄咄逼人 处事转为低调 展现出罕见的以和为贵的姿态 综合媒体报道 以往频繁出国访问的习近平 近年来却一改常态 大幅减少出访的次数 截至目前为止 今年习近平仅在三月出访俄罗斯一次 以及八月下旬前往南非访问 并且出席金专国家峰会 美国之音引述彭博社统计 在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的 2013年到2019年期间 他平均每年出访14次 数量超过10任美国领导人 而现在习近平让外国政要到北京去见他 今年以来他会见的法国 厄利特里亚 美国等36个国家的政要 但是这比起他疫情前的同期 平均每年48个还是少了很多 近来最受外界瞩目的 莫过于习近平缺席G20峰会 这是他首次不出席该峰会 改由总理李强来地带 李强在峰会当中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英国首相苏纳克 跟欧洲理事会主席弥歇尔 举行的四次的双边会晤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 10号在访问越南期间也表示 他在G20峰会上跟李强会了面 再来则是访二行 中国副总理张国卿出席东方经济论坛 12号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 普京当面表示 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两国合作将继续下去 远东开发成为了中俄两国合作新的增长点 普京强调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建立友好的工作跟个人关系 这无疑有助于双边关系 跟国家间的联系发展 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 则透露中国公民富俄 免签尤普的讯息 另外普京也将在10月去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塔斯社最早在7月就报导了该消息 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 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都透露说 普京将于10月参加北京一带一路峰会 普京10月访华似乎已经是中俄双方确定的重要约会 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原因 普京这次访华备受各界关注 而普京是否可以从北京获得到他想要的有力援助 也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接着则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 他将从14号起出席在古巴首都哈瓦那 举行的77国集团跟中国峰会 并对古巴巴西埃及三国来进行访问 综合媒体引述新华社12号报导 李希将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的身份 在9月14号到16号出席在77国集团跟中国峰会 此外应古巴共产党 巴西政府跟劳工党 埃及祖国未来党主席参议长阿普杜拉齐格的邀请 李希也将于9月16号到26号率领中国代表团 对古巴巴西跟埃及三国来进行正式友好的访问 接连三场重要的国际会议 习近平都选择指派亲信出席 这也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习近平是否打散要在国际外交退局而现 另外时事评论人士严纯沟也观察到 中国战狼外交风格突然出现大转变 他在联书发表文章说到 习近平不出席剧团体会议 派了李强去顶替 习近平在国际场合一贯前呼后涌 甚至曾经大庭广众的支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从前去撒币殖民方向 现在软囊羞涩自我感觉不好 再说因为支持俄罗斯侵略 在国际场合被人含杀射影的声讨也相当的面蒙 习近平的斗争哲学本来就是战狼外交的思想主轴 他本人也一副战斗格 可惜现在不是去斗争而是去求和 由习近平出面低声下气去求人 面子上下不来 习近平的身体没有问题 他不去开会 反而是到东北看灾区看军队 搞东北振兴 都不是火烧眉毛的事 需要腾出G团体会期去处理 他不去不是因为不能去 是因为不去好过去 李强的形象低调 在G团体峰会没有什么作为 聊胜与无而已 反而主动约见的拜登 暂时回去可以交代 美国官方先说拜登不准备见李强 事后说是应李强的要求见面 从前是美国要求中国谈 中国白脸色不理睬 现在反而是中国有求于美国 事情如果很重要 应该由习近平出面 习近平不去 证明事情不是重要 到李强不能谈 那李强到底又谈了什么呢 作者认为显而易见的 便是中国向美国求和了 如果政治路线不调整 一昧的国进民退 内循环外战狼 那到底有什么好谈的呢 李强说中国的发展是美国的机遇 言下之意是 中国发展不会构成对美国的威胁 虽然这一贯是中国的两面派作风 但是当面强调的意思 便是我们还是做朋友好一些 只是中国向美国求和 不能够由习近平出面讲 那样会有损一针的体面 李强表面上懦弱低调 满脸对笑 适合去求和 作者认为这才是习近平 不出席局团体峰会的真正原因 同样的道理 王毅不出席联合国大会 改由韩正去 那也是因为王毅多年来战狼上升 满身掌势 早就已经臭名昭著 要改变战狼外交的姿态 不能够由王毅去 韩正去过渡一下 方便以后的转弯 战狼外交的另外一种重要改变 是针对美国重提联合国 2758号议案 英国下议院承认台湾独立国家地位 中国外交部的反应极度克制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可以说是空前的 两国论辨识台独的别民 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 导致更多的国家效法 发展下去的恶果 便是美台建交 台湾最终加入联合国 这对于中国来讲是致命的 是不可容忍的 但是中国意外的低调 除了外交部一番套话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足以跟事件严重性匹配的反应 是中国没有对策吗 也不是 至少大声开骂撕破脸撒泼 采取更强烈的对抗措施 都是合乎一般预期的 但是中国却是无前例的忍让 作者认为这只能说明 在当前形势下 中国也不想再惹事 不想要起火头 不想要破坏对外求和的气氛 宁可忍一时之怒 也要为长远的路线来受政铺平道路 任房不任贷规定实施后 北京楼市出现热销 房地产有回暖的迹象 不过有专家担心 这个举措恐怕难以阻止 房地产市场的下行走势 德国资深报道 北京新房销售在上个礼拜 出现大幅的增长 有一些售楼处 甚至延长开放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表明了 政府为了要提振房地产行业 所做的努力 在北京取得到了一些成果 北京自9月1号起 实施任房不任贷的新政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 上海、广州等中国的一线城市 都宣布执行任房不任贷 根据新的规定 居民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时 家庭成员在本市名下无成套住房的 不论是否已经利用贷款购买过住房 银行业、金融机构都会按照首套住房 来执行住房信贷政策 这就意味着名下无房人群的购房 能看比之前降低了 不少购房人将由二套房资格变为首套房资格 首付比例大幅下调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9月4号到10号一周的时间 北京新房交易规模比上一个星期增长了16.9% 尽管全国范围内的平均交易额下降幅度达到了20% 另外一份由海东证券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四大城市的房产成交率 今年9月第一周 仍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5% 路透社认为 这些资料凸显中国为了提振陷入危机的房地产业 所采取的最新措施 可能会在某些地区发挥效用 但是可能难以阻止广泛的房地产市场 它的下行走势 不过高盛分析师 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 这些措施可能会在房地产交易当中 产生短期的反弹 仍然不足以稳定房地产市场 证券日报指出 任房不任贷执行之后 在北京 部分定向人群可能之前被认定为二套房 首付比例需要60%到80% 变成的首套首付只需要35%到40% 房贷的利率也可能从5.25% 降到了4.75% 这促使许多人打算出售买房 一位受访者在参观完滑润置地的一个项目之后就表示 他怕如果不尽快买房的话就找不到好的了 所以一回家就尽快出售他的小旧公寓 房产仲介也在加班加点地工作 这个项目总共1000套公寓 还有大约10%的空房没有成交 售楼处在周末开到了晚上10点半 延长了三个小时 房产仲介赵先生表示 自新政策出台之后 客流量明显地大幅增加 他还表示在政策发布后的第一天 他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 那天一晚上就卖出了10套房 在北京一个私人开发商龙湖集团开的楼盘 有销售表示 钱再买家的参观量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翻了一番多 这些人大多是想要出售 在北京或者是在其他城市的旧房 再去买新房 不过链家地产的房地产销售表示 他注意到人们的购房热情 从几天前的激增慢慢减退 许多购房者仍然采取观望的态度 有些人希望出台更多的政策 来刺激房地产市场 高顺分析师也表示 如果房地产持续的下滑 政府可以通过降低银行首付 降低利率 进一步放宽购房等举措来刺激市场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剪辑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推荐给您的支持